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米饭,欢迎回来 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本子诗多买的文具的一个开箱 因为我好久好久都没有买文具了,所以这次就买了好多可爱的文具们 没想到它的这个包装非常的严实,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是它本子诗多自己的一个这个袋子 然后里面装的都是我这次买的文具,满满的一大包 这个是我买的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印章 然后因为我打算送给小伙伴,所以就多买了几个 然后这个印章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才五块八一个,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是有点复古风的那种印章 我觉得这个印出来也会很好看的 这个是我买的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猫的爪子 然后配上我之后会放上来的那三个印迷 然后印出来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可爱 你可以用这个猫的爪子去本子上印那种小爪子 然后写上字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样配出来会很可爱 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和风的印章 因为我打算把它送人,所以在这里就不开封给大家看了 这个就是类似于日复那种感觉的小卡片 然后上面可以写日期,然后天气啊这种的 这个是复古盒装标签贴纸 然后封口贴啊什么的 然后它一盒大概是70张 网站上是有四个色可选,然后我就买了红色和绿色 我觉得它这个复古贴纸的做工还是很棒的 里面的种类有很多,我觉得很好搭 而且这个一盒的价格是5块8 我觉得很便宜,很棒耶 这个我觉得是这次买的东西里面最成功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本子诗多的淘宝店里 看一下另外两种颜色都有什么款 我觉得红色和绿色这两个就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是我种草很久的这种滚轮印章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实用 然后它可以添加你手帐里的那种复古的色彩 我入了两卷本子诗多他们自己出的这个胶带 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搭,所以就买了 这个也是我买的本复古手章的那种素材 我发现我这一次就是买了好多复古的那种素材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特别可爱的苦妈梦的贴纸 它这个也是有四款可以选,我就选了其中的两款 然后它这个贴纸每包大概是71张 然后一包是6块8,我觉得也很合适 关键是苦妈梦,好可爱啊 这个柴犬的贴纸也特别特别的推荐 高中的时候经常用这个笔写蒸汁作业,很推荐 再来还是复古的手杖素材 真的买了好多啊 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汤金大贴纸 超级超级好看 而且都是那种植物的 然后就会觉得很小清新 又加上汤金,简直是太漂亮啦 最主要的是一包里面有24张 然后才4块8一包 真的好便宜啊 接下来就是我买的各种各样的贴纸系列 真的真的这次买了好多和复古手杖素材相关的贴纸 我是无意之中发现本子是多这个店的 然后我在里面转了一圈 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好看的文具啊什么的 而且好好买 然后过年的那个时候我就往购物车里加加加加加 不知不觉加了400多块钱呢 然后但是我觉得不可以那么挥霍 就是买太多 所以就就是控制控制 不断的剪啊剪 终于选了这些 所以这次你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些都是 我觉得非常好看而且值得买的文具 尤其是我摸到了食物之后发现这些文具的质量都很好 而且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最后店家还送了我这一卷特别可爱的小胶带 我觉得本子是多这个店就是包装的都很好 然后食物和它那个网站上po出来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且它是从北京发货 所以到就是我们北方这边还是很快的 我觉得我这一次买的特别的成功 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去他们的店铺里看看吧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你的观看 B站的小伙伴请给我多多的弹幕评论和投币 还有收藏 然后YouTube的小伙伴们请多多的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